有个拨甲的小偷拨了一只脚 上场挖壁冻放墙头 曾经在一个月里跟随另外两个契机潜入一个巨型家中行铁 拨甲到先要另外两人放下屋顶线看网片 让另外两位盗贼又绳取把他放下屋里 收到财物后就把他抓入柜子中 最佳上面的两个盗贼将柜子吊紧 举住钱财后再把柜子放回下去 把财物放进去后再吊紧 大爷这样做了三次 不过脚到暗子想到 柜子上去后他们是否会丢下我不管 你是自己赚金柜里 两人将柜子描上后果然暗暗算了 柜子那么重他一定会要求要躲发一些 不如丢下他吧 你是两人就抬着柜子向校外逃去 其中一名最大说 柜子到自然上场同学却还是被我们出卖了 另一人说 这个时候快要去见主人了 两人相互不觉得意大笑 并不知柜子到却传承柜子 因为有两个盗贼都走累了 就在路边休息 柜子到估计天快要天亮了 而只听见远从无设传来人一帅 一切从柜子中走出大学好道有到谁抢击我 两名抢到最近只要一种好走 或者到大头来把我获得全部财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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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